PVT里面写得很清楚啊 就是主要咱们会看这样一些东西啊 主要会看这样一些东西 那这是咱们一个主要内容 大概有哪些呢 就是说首先我们对Note这个东西要有个充分的认识 这个认识呢 肯定是要比市面上普通的人的认识是要高一点的 要高一点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怎么样去搭建一个开发环境 后面呢 咱们也会去搭建一个生产环境 包括我们也会讲一些比较高级的内容 Docker不会讲 Docker不讲 当然了这些东西呢 大家先就听这么个名词啊 不懂没关系 不懂可以回去晚上查一查 你看看这种词值多少钱啊 就一个名词你看看值多少钱啊 我们后面讲一个叫做Vagrant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呢带大家去搭建那个 Note在生产环境真正去用的一个环境 Note呢在生产环境肯定是Ninux的 或者说Unix的操作系统啊 在Windows上呢就只能是玩玩而已啊 玩玩而已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对Note里面的开发的工作啊 主要咱们要看的呢 就是它的一些API 以及它内部呢 去实现各种各样的操作方式的一些原理啊 实现各种各样的操作方式的一些原理啊 另外一个呢 咱们还要看数据库 这一块呢 我们重点看的数据库是MyCircle 可能有同学说 Note不应该是什么跟Mongo Mongo利B那种东西结合在一块用吗 对吧 注意哈 这个地方呢是这样的 Note作为一个平台来讲的话 它跟任何数据库结合都是一样的 那至于什么是数据库 数据库跟程序怎么结合 这个呢也是咱们后面要去强调的东西啊 所以说大家先有个大概知道咱们有什么东西 也可以提前去搜索一下 提前去找一找相关的资料先看一看啊 好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如何去通过Note去开发一个服务端的网站啊 服务端的网站 包括一些服务端最基本的一些应用程序 那这个呢 也是咱们开发的一些重点 剩下的呢 就是一些开发的框架啊 开发框架 比如说像Express啊 或者说KOA之类的啊 一些开发框架 然后另外呢 我们会通过一个案例啊 通过一个案例 来把这一块整体的 就是啊 这个框架这块整体的东西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当然之前我答应大家做的那个什么 就是咱们那个之前里面用的那个打分系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 现在那个打分系统呢 已经变成了一种桌面版的了 就是有一个Exe双接 就可以启动一个桌面 然后去做一些东西啊 那个呢 也是咱们这一块可能内容里面会涉及到的一些内容 那这是咱们这些内容啊 那现在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前三天主要的一个任务啊 前三天主要的一个任务 我把我这儿呢 一张脑图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课程安排呢 其实第一天的内容呢 大部分很多东西呢 咱们之前也都看过 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回顾一下啊 咱们第一天大概的一个内容呢 主要是node显介安装配置 还有一个就是快速入门这一块 那快速入门这一块的重点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包和模块啊 包和模块的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呢 在后面啊 就是明天咱们主要内容呢 是核心模块这一块 这一块呢 我这儿写的分类 并跟咱们讲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啊 讲的时候呢 咱们会以什么文件操作啊 什么本地词版操作等等一系列的 这样一些方向 然后去做一些内容的一些分享啊 然后后天呢 后天咱们的主要内容啊 就是第三天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再去跟大家强调一下 web开发里面的一些基础的概念 以及如何通过node去做web开发啊 做web开发 然后呢 这一块呢 我们从后天下 我们应该就开始去看这个MySQL数据库 MySQL数据库呢 应该会看一天左右啊 将近一天的时间 然后呢 Mongos呢 我们会在课程最后呢 给大家体验一下 因为是这样的 任何学数据库的啊 你们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 为什么很多东西觉得很难 学不会 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想越过某些环节 直接到到达一个高度 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说呢 在数据库这一块 我们也不想大家直接去看一些NoSQL数据库 我们还是看一些传统型的数据库 而且这种的话 对大家以后就业 各方面都会更有好处一点啊 更有好处一点 然后剩下的呢 后面呢 咱们再到后面再看啊 再到后面再看 那这是咱们一个课程安排啊 课程安排 大家有个大概的一个印象 然后呢 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